来 国华 这是我女儿 贝贝 贝贝 这是你国华叔叔 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 叫甘甸 甘甸好 贝贝 你好 红柳呢 他有事 不来了 谁说我不来了 你怎么回事 贝贝 生日快乐 记得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 阿姨好 真可爱 贝贝 国华 我们去那边坐会儿 阿姨听说你会滑冰是不是啊 阿姨听说你会滑冰是不是啊 这是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 打开看看 是冰搭写啊 是冰刀鞋 好不好看 快 谢谢红柳阿姨 阿姨知道你爱滑冰 所以专门买了冰鞋送你 阿姨年轻的时候就是穿着这种冰鞋 滑得跟你一样好 是啊 贝贝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就是穿这样的冰刀鞋 可是妈妈 这个鞋 多好呀 是吧 贝贝 你先收下 可我们现在都不穿这种鞋了 贝贝 这个鞋其实很好穿的 你都没有试过 你怎么知道啊 我们那时候 都是穿着这样子的鞋去滑冰的 很方便又很难用 红灵 劳你费心了 还把礼物送过来 好 来 赶紧坐下吧 咱们吃饭 红灵 请坐 来 来 那坐吧 聊了这么久 都饿了吧 好久不见了 服务员 上菜 坐 来 贝贝 我爱你 那种冰刀鞋现在哪儿有人穿了 你还以为是二十年前石大海呢 你能不能别说了 我现在想安静一会儿 我不想跟你吵 你是没看见超贝贝看你那眼神 人家就是觉得你有病 觉得你疯了 你不想丢人我还想丢人呢 你以为我想跟你说啊 你以为我现在在这儿待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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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走吧 前面停车 走吧 走吧 她是什么 我老婆 我老婆 脱了 我老婆 你是不是现在这样 你不想交给了我 我老婆 你不想交给了我 我老婆 我老婆 你不想交给了我 这儿我老婆 你不想交给了我 我老婆 你不想交给你 我老婆 洪麟 洪麟 去找 萧春生了 你喝多了 你站住 洪麟 洪麟 你太欺负人了吧 结婚这么多年 我有哪儿对不起你 你居然还惦记他 我才是你的丈夫 国华 咱们离婚吧 是吗 因为萧春生 是吗 跟他没关系 是吗 把订单给李尚勇 不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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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是吗 杨茜茜 是吗 现在就等国华把外伤带过来 这国华现在做事挺谨慎啊 查了一轮又一轮还不放心 还要带人亲自过来 我估计他们还有一会儿才到 强哥 一会儿就麻烦你 出去借一下他们 好 我再去生产线上检查一下 今儿不能出任何问题 放心 放心 我们这个厂房啊 全部都是新建的 我们用的这些设备呢 也都是进口的 我对你们的工厂和生产线 非常满意 那就签约 当然可以 我做一块 天儿哥 我正要找你呢 你找人私下问一下李上游那边 我问了 叶国华去接的机 直接就奔李上游的生产车间了 你也别着急 李上游他几斤几两 我们心里有数 去了也是歪去 李上游没有核心技术 除非 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 佳哥 你找人打听打听 我去一趟研发中心 小郑 特董 您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有外国客户 来参观生产车间吗 你把那个最近的研究数据给我看一下 好嘞 你稍等 小总 这是我们以往所有的实验数据 小总 对不起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向您汇报一下 我们上次做的高频震荡呼吸机的数据 有偏差 我和团队不定晚上加班加点和纠正 所有的改进的数据 以这一份为准 行 对了 最近研发中心 有没有其他人来过 没有啊 研发中心都是咱自己人 一般人没有群星的 行 我知道了 怎么了 肖总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 你先忙 对了 肖总 前几天郭总来过 说给您拿个资料 他给您送过去了吗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忙 好嘞 先走了 嘞 嗯 国华 怎么这情绪不够啊 没事 跟老婆吵架了 嗨 不管你 你们把这情绪ry 那个让锦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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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囧 他舅舅爱荆山 更爱美人 有多少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李总 别取笑我了 怎么会呀 我可真是为你老兄着想 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何必单恋一枝花呢 对吗 哥们 国华 是觉得这心里啊 有点对不住春生了 你这才刚刚开始啊 红卿 差不多得了 我就不说这么多年兄弟了 没必要把事做得这么绝吧 我啊 都知道你仁义了 但你吃亏 也就吃亏在这心词手软上了 有肖春生那口疼脾气 还有他那副嘴脸 你又不是不知道 人红筋怎么对他啊 一百亿吧 那可以说是人知易尽了 这小子 这小子 推一狂 我还告诉你 除恶不尽 反遭歧视 你要不把他降服了 李总 他不会服的 是吗 是吗 国华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跟春生呢 这关系弄成这样 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 再看吧 来 来 老人 喂 喂 李总 还没睡啊 还没睡啊 把你吵醒了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你心里有事 我看得出来 到底怎么了 公司的事 国华把订单 给李尚游了 李尚游 他没有技术 拿什么生产 以我对李尚游的了解 他要是没有把握 是不会接这个订单的 你是怀疑 有人泄露了 春晓的核心技术 我已经让天儿哥 私底下去查了 明天应该能有结果 有怀疑的对象了 我还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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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倒希望是我想多了 不管谁泄露了这项技术 我都会追究到底 我只是不希望 曾经跟我一起 并肩作战的兄弟 现在成了我的敌人 别忘了 别忘了 这事记不得 警官七变 先等天儿哥的调查结果 看他怎么说 好 听你的 齐总好 齐总 齐总 你们郭总呢 郭总今天没有来 没 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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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子那小子 投奔了李尚游了 天哥 坐下说 说是什么 说是投资亏了一笔大钱 你说你有什么跟我说 这叫什么事啊 我刚才路过那个研发部 人家说了 这个技术还没来得及申请专利 你说他要是把这个技术 带给李尚游 那咱们这些年不是白忙活了 春生 我跟你说话呢 天哥 你看一下这个 什么呀 这个是研发部的小郑 给我的最新的技术资料 是 天哥 我们要继续攻克这个技术专利 记住 这事一定要保密 亲自去抓 我放心 行 那黑子 他虽然对不起我 但他如果有一天悔悟了 我还是当他是兄弟 但他这一回 做的可是犯法的事 是 春生 你啊 你千万别估计我 行 天哥 你先去吧 嗯 我一会儿去找一下郭华 他还有脸见你啊 行 那 那 那我走了 来 你先去 嗯 你先去 肖总来了 春生 我是 鼓话我问你 这个订单 为什么给李上悠 这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 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 我倒想问问你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 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是春晓一聊的肖总啊 还是我曾经的好兄弟 如果是前者 肖总 咱们俩只是合作关系 是给你也好 是给李上游也好 你们谁的产品质量好 我的订单就给谁 如果是后者 春生 你现在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叶总 请您公事公办 我今儿来 就是代表春晓医疗 就这一次的合作 希望得到一个反馈 好 那我告诉你 因为李尚游 懂得摆升自己的位置 有分寸 知进退 得到了戴威尔的赏识 就这么简单 李尚游的公司 你了解过吗 李尚游他公司 没有独立的研发团队 就连生产信 也是刚刚才成立的 医疗材料完全不达标 你怎么知道 人家达不到标准 我还真就去李尚游的公司 考察过 他们完全有生产 达标产品的能力 你确定 李尚游 你怎么总是这么自以为是 你是不是以为 你们春晓医疗厉害 别人就永远会落后于你们啊 我觉得你今天过来 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订单 你就是不想认输罢了 但我告诉你 这一次你就是输了 还输给了你曾经最看不上的人 你 顾华 我今儿来 不是来证输赢的 医疗行业不是简单的买卖 品质和质量 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你别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就问你 你凭什么看不起人的李尚游 凭什么就断定人家的产品品质 比不上你们春晓 输赢好坏靠的是实力 如果真的是我春晓医疗记不住人 那我萧春生绝无二华 萧春生 你是不是觉得 你永远就是最优秀的 最成功的 别人永远都低你一等 比不上你 你清高 你创业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梦想 为了老虎大众 别人都是盈盈狗狗 不配谈什么品质 谈质量 我还告诉你 你错了 人家李尚游 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 人家的高频震荡 呼吸机生产线 就是得到了栽培的认可 郭华 我是真的替你着想 李尚游的那批货 但凡出一点问题 毁掉的是你叶国华的前程 你等会儿 替我着想 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想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的时差海 咱俩第一次看见贺鸿铃 当时黑子问 谁叫叶国华 你说你是 你是叶国华吗 你凭什么替叶国华做主 你有没有问过叶国华 他需不需要你这样 这些话在我心里好多年了 这些话在我心里好多年了 今天我必须告诉你 我不需要你替我做任何决定 今天你之所以会输 就是因为你乔春生太自大 太骄傲 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来吧 我跟你说啊 你再这么心心里上有 华盛 也会被你毁掉的 天尔哥 过去 你说叶高华小时生了一条狗 你现在看看你自己 你看看你自己成什么样的 反正你们也没瞧得起步啊 你们走阳关道 我过督睦瞧呗 你把你自己往死路上推啊 李尚游 有陈红军当背景 我说没说呀 斗不过的 斗不过的 你们听吗 怎么着了 是不是那订单让你上游拿走啊 我是对的 要是没用你助手为念 他能拿走你的吗 你记住吗 我 以后 我没有你这个兄弟 你不用拿走 你温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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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